哈喽 今天錄一個這個 上升 就是說到了 第三十集我現在已經是 然後去翻這個卡牌 還是比較難的 我感覺到三十集 刷到這三十集還是挺不容易的 一共要刷三萬多 XP 然後之前我其實 已經翻出了這個賽季大獎 就是這個粉蒜蘭尼爾 所以其實這次就隨緣吧 看能翻到什麼特別好的牌 先來中間一個 多一次機會 看能不能翻到下一個 關鍵是要翻到下一層 好 直接翻到了下一層 我們進到下一層 其實前兩層的話我感覺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的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主要是看第三層啦 因為前兩層其實獎勵不是特別豐厚吧 還是開中間的這個看一下 直接一次犯規 直接一次犯規 能不能開到一些好的 一個籃球卡包其實也一般了 其實也比較一般 給我來一個大獎 兩倍點數 好直接用到了這個兩倍點數 當然也不是很多 200夢幻點數 200夢幻點數加1 雙倍卡 關鍵是要到下一張啊 下一層啊 這10個還有12個 還有12個選秀權 結果為什麼 為什麼就翻不到下一層呢 好一個基礎聯盟卡包 這個也其實也比較一般 其實也為什麼這個翻不到下一層呢 好代幣然後加一次機會 大家來猜一猜 這下一層會在什麼地方呢 會在這個地方嗎 好額外的選秀機會這個不錯 哎呀這個沒有額外的機會就比較虧 難道是這個嗎 多一次機會還可以 那就是這個 好又是多一次機會 最後一層倒數第二個嗎 好兩次額外的機會 這個就浪費了一次 那基本這一層快翻完了呀 我就不知道了 這還有11次機會 難道真的就會終止了 好升到下一層非常好 現在還有11次選秀權的機會 我們升到了下一層 好 這是最後一層啦 最後一層這個 應該獎品是比較豐厚的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哇真密密麻麻的 還是先從中間翻吧 好額外的一次機會 這是三倍點數卡吧 啊這個這個也可以啊 球鞋卡包加一不錯的不錯的 不錯的 啊一次犯規好吧 三百夢幻點數乘以二倍 乘以三倍應該是 四百夢幻點點點數 啊好像這都沒有加一了呀 你沒代幣 大獎 大獎 我又一次翻到了這個大獎 我去 這實際上我已經有這個大獎了 這 這 這個 感覺這概率其實有點高啊 很容易就翻到這個大獎了 啊 綠寶石球員 然後再加一次機會 還不錯還不錯 今天這個還不錯 啊一次犯規 但是還有三次犯規機會 我還有三個選手選 應該問題不大吧 總而言之這次應該 翻得還是還是挺不錯的吧 這又來了一次額外的機會 又來了一次額外的機會 好 總的來講這一次收穫很多啊 讓我們把這些卡包都開一開啊 啊 首先我們看一看 哇直接這麼多的卡包 一個籃球 一個籃球包 然後是這個基礎聯盟的卡包 我看到了一個穩健射手的徽章啊 應該這個 徽章可能還比較還比較好 嗯 這個直接賣掉吧 這個直接賣掉吧 然後我記得應該有好幾個球鞋的卡包 哇這是這個大獎 蘭尼爾 但是實際上我之前的一次升級 已經抽到了這個蘭尼爾 所以 我不知道他這個是能放到交易 還是說 只能直接賣掉呢 讓我們請出這個賽季大獎 讓我們請出這個賽季大獎 蘭尼爾 第二次登場了已經是 這這個運氣有點有點可以啊 我看這個是3000出售發送到 不能拍賣 從收藏 哦那看來只能3000塊直接賣掉了 啊 行吧 也算是直接賺了3000的MT 霍勒迪一個 然後還有兩個卡包 行 這次我感覺這次開這個還應該還是挺不錯的 運氣挺好 好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